字幕志愿者 说法节目 我是美国联邦律师 邓宏 样子法手法 据理力争 今天在 TU-SHOW里边 川普发表了一个推文 卖了个官子 他说 我们现在美国需要 一个superhero 超人 我明天 也就是礼拜四 这个15号 会做一个重大的宣布 所以我们先看一下 川普 他这个 他的announcement 他里边的话 提到了一个的话 就是说 所以他 川普的说 美国需要一个 超人 但是的话 为什么这样子说呢 因为在过去 他已经宣布 参选总统 一个多月来 蒙受了很多的打击 川普的 弗尔以达 状告司法部的官司 在这个礼拜 被法官撤除了 然后他 川普集团 在纽约的偷税漏税案 被判有罪 15项罪名 陪审团裁定 这个川普集团 有责任 所以的话到明年6月份的时候 这公司有可能会面临这个指控 会判罚罪 罚这个罚钱 在J6的调查小组 在这个月底 正式 向司法部介绍 要求调查 川普还有他新边 这些国员的刑事责任 当然在佛瑞达州 现在这个案件 已经接近尾声 有可能在最近的几年 几个星期 司法部会决定 要不要对川普提出起诉 当然在乔治亚州 现在也收到了很多这些 这个 这个 传票不断的调查 在Futon 这个法院里边 他们在调查 川普是否 这个影响 这个选举结果 要求乔治亚州 这个州务卿 选务人员找出 一万一千多张选票来 所以这个 都是他面临的很大挑战 当然在民事方面 纽约州的检察长 在民事官司里边 也告川普 川普集团 还有川普的家人 他说在夸大 在申请银行贷款 的过程之中 夸大他的 这个财产 冲水了 所以他现在这个 这个欺诈案 还在进行之中 礼拜四十二月十五号 川普会做哪些重大的宣布呢 因为在目前来说 他昨天 华尔街日报公布了一些最新的民调 他在所有的选民调查之中 在这个二零二十年的总统选举 一个是全部民众来投票的话 基本上Ron DeSantis 迪桑德斯会拿到百分之五十二的票 而川普只会有三十八的支持率 这个是在所有的选民之中 而在共和党这些选民调查 在这个是全部是共和党内部的人 所以基本上的话 这个登记成为共和党的人士 Ron DeSantis拿百分之三十 川普拿到百分之三十五 在这些倾向 这个共和党的独立人士里边 迪桑德斯拿百分之三十二 川普拿百分之三十五 所以目前看起来在内共和党内部的话 这个百分之三十对百分之三十五 百分之三十三对百分之三十五 川普在共和党还是领先 但是在全部的选民投票里边的话 民调显示出来 明显落后这个迪桑德斯了 在这种情况之下 这个川普明天会宣布什么呢 美国需要这个超人 这个超人是他吗 是他本人吗 所以明天等他宣布的时候 我们来看看 他究竟卖的是什么关子了 当然现在吵得最热门的 就是FTC这家网络公司 他吵这个加密货币宣布破产 这个在加勒比海的这个 这个岛国里边的话 巴哈马斯 已经法官裁定不能够保释 所以话很快就要引渡回美国受审了 在过程之中 以后大家都在知道 这个究竟这个Sam 这个Sam Beckman Fries 他捐钱捐到谁手上呢 因为在过去的这次选举过程之中 他在过去两年花了四千多万的资金 以后谁拿到他的捐款呢 这些捐款有没有违法呢 因为在八项重罪的指控之中 以后第七项他就是指控他违反的联邦的选举法 以后这个非法的捐款 在这过程之中 现在我们可以看得出 Sam Beckman他透过两种方法来注入这个钱 第一是透过所谓的政治团体 这个PAC的话是政治行动 Political Action Committee PAC PAC这个话就是为了影响 这个他是可以来做宣传 钱不能够直接进候选人的账户 但是他可以透过电视媒体这种的话 替自己支持的候选人花钱在宣传这方面 所以这个PAC的话 他Political Action Committee 他是可以无限制 所以你捐多少钱进去都没有问题 只是这些钱 Political Action Committee不能够直接进到候选人的账户里面 你可以透过其他的方法 好像在寄你自己的这些支持的名单 我们Political Action Committee支持谁 可以花钱买广告来支持哪个候选人 所以这些是可以的 他自己捐了 透过这个公司 他自己FTX 他将大笔的钱转给了Alameda Research 以后Alameda Research 以后的话 透过他妈妈成立的机构 以后捐钱给了几个Political Action Committee 其中一个Protect our future 保护我们前途的政治行动组织 一共的话拿走了27 million 2700万 House Majority Pact 这个就是民主党的这个众议院的行动委员会 这个部分的话是支持民主党的候选人 这个部分拿了600万 还有不同样的Pact的话 他都是因为这个政治行动委员会是没有这个限制的 这个所以他利用这个漏洞捐了很多钱 一共的话有40多个机构都是以民主党为主的这些行动委员会是拿到了SAM的钱 在同时在这个一共他的有700多万的话 这个我们可以看得出700多万是进入了这个这两个很重要一点的话 就是他支持对这个加密货币友善的这些行动委员会 在这个行动委员会里边 我们可以看得出他自己拿了27这个大部分的钱是透过他所谓的Protect our future 这个行动委员会 这个行动委员会他支持支持了这个民主党都是民主党候选人 都是说的话有27有27个这个机构的话 是拿到了透过这个机构以后都是属于民主党的候选人 同时除了这个个人捐款之外 除了这个捐钱给Political Action Committee之外 以后个人也可以捐款给候选人 而SBF这个SAM的话 这个自己捐钱的话 但是有限制 一个人在初选里边最多不能够超过这个2900 在这个最后的复选过程之中最多也不能够超过这个2900 total加起来以后不能够超过5800块钱 SAM他自己以后支持了以后这些候选人 他一共支持了60个候选人 大部分是民主党的候选人 所以你可以看得出都是蓝蓝蓝蓝蓝 这个也有一两个的话是红的是共和党的 但是这些共和党是对加密货币友善的候选人 现在民主党拿到钱的这个部分的话 他们现在纷纷要避开 要想将这个从这个SAM得到的钱里边的话 退还给一些这个非盈利机构 所以这个非盈利机构往往也是这些政客喜欢的非盈利机构 所以说这个部分的话 但是退的钱毕竟比较少 为什么这个60名民选官员拿到最多是5800块钱而已 真正的钱已经是透过政治行动委员会 来这个来注尽了他们的选举 所以的话这个部分 这个虽然现在很多拿到SAM捐的个人捐款的话 都说我要退钱 我要将这个5000块钱 这是2900退还给非盈利机构 但是真正的大的钱还是在政治行动委员会里边 所以的话所以这个只是一个这个作秀而已了 当然在目前来说 现在这个也引起很多的关注 因为什么 共和党一直批评这个是双轨 对川普对共和党的这些民众司法部是严加调查 也以这个逮捕起诉 而对支持的共和民主党的这个SAM的话 SBF他长期以来以后司法部都中庸他 所以这次行动当然的话被这个啊 在过去一个多月FTX的话出现财务危机宣布破产 然后共和党的人士一直都在评级 以后的话就连Iran Musk在他的推文里边 他也说SBF他是民主党的金主 所以的话不会有调查 当然在那么多的批评情况之下 司法部起诉这个SBF 一方面是平民愤 以后另外一方面啊 这个希望能够平视共和党保守派人士 对司法部的指责 不过来说虽然这个SBF被起诉了 但是他花了四千多万的钱 已经是给了这个政治行动团体 已经住进去 我们刚才讲的他退钱只是他捐给这个候选人 以后五千八百块钱 六十个人能有多少钱 没有多少钱 但是这些政治行动团体的话 他们钱已经花在民主党候选人身上了 这个只是要退钱 只是一个作秀而已 真正受害的就是消费者 还有投资人 以后这个大笔的钱 四千多万的钱被违法的转出去 以后的话支持民主党候选人 所以现在这个虽然司法部做了一个动作 但是将来他会不会面临惩罚 我们现在还不知道 当然新科议员1月3号这个村市正式来从事执行他的工作了 在那么多的候选人新患里面的话 有新的议会之后将来会出现 有四十平均下来平均年龄 在这个国会众议院是46岁 年轻化了 以后众议院参议员这部分是平均是50岁 目前有七位新人的话都是这个很年轻 以后从整体看起来 中医院参议院平均年龄4546岁到50岁 是非常年轻的 其中有18位新的议员 他们在20岁跟30岁之间 所以很年轻 在过程之中 这个大部分的 大部分的国会议员 这个大概百分之59 他们是40岁到50岁中间 所以的话还是属于壮年时期的 同时只有九位是60岁以上的老人家了 也不算老了60岁 在同时里面新的议员也有很多历史性的 第一个的话是欧尔根州 俄勒军州有第一位拉丁一的国会议员的 也后啊 同时也有几个的话是民主党的候选人都是拉丁一的 也是第一位很多州的 也有第一位在这个Pennsylvania州选出了第一位黑人女的国会议员啊 这个所以有很多是第一 还有在密西肯州也选出第一位印第安土著的这个国会议员啊 在过程之中女性的话啊 这个也是出现了啊 很多的啊 就很多女性当选的啊 在这个一共这次议会里边有24名是妇女女性 其中16名是啊 这个民主党八名是共和党的女议员啊 虽然比2018年减少了啊 但是的话整个看起来啊 黑人的女性已经啊 从26名的黑人女的国会议员变成27名 所以的话这个黑人女性的国会议员增增加了啊 在新增的这些议员里边48名是共和党 38名是属于民主党的啊 所以从整体看起来啊 这个呃 有20呃 其中在20在共和党新科议员里边的话啊 24名是不承认选举结果的 他也会在里边啊 当选了啊 当选了啊 并且以后有三名是参与了J6 这个活动的在里边也当选啊 有六名是支持啊 啊这个啊 要求这个怀疑选举结果的 所以的话从这个部分的话啊 可以看得出啊 同时有两名黑人是共和党的新科议员也会进里边去了啊 有六名是拉丁一的共和党所以很多人认为拉丁一在这次以后啊 这个啊 共和党成功吸引了拉丁一的议员啊 这也是啊 这个啊 很重要的一个啊 这个逐一的转变 因为长期以来民主党认为拉丁一是支持这个民主党的因为移民政策 但是越来越多的拉丁一现在他们的反对堕胎啊 注重家庭观念注重子女的教育 所以这个部分啊跟啊 共和党的理念非常丧尽 所以越来越多的拉丁一也加进了共和党 在另外有12名新科议员是从来没有政治经验 没有政府的经验 所以从整体看起来这个可以看得出 第一年轻化第二个啊 这个有很多就是共和党里边的很多候选人都是属于永川派的 是支持川普不承认选举结果啊 不承认这个拜登政府啊 可以看得出啊 但是也有很多的话是属于年轻派激进派的民主党人士也当选的 所以可以看得出在将来1月3号之后下个月 开始新的议员他将来的议题方面的话 可能会有不同样的发表啊 当然现在这个呃 从整体来说 共和党主控了众议员将来很多法案 尤其是民主党所提出的 他们必须要妥协才能够通过 所以将来的话 这些新科的议员啊 将来可能会发挥的一个制衡的一个功效 加州今年8月份通过了一个叫做儿童网络安全法案 这项法案规定 所有网络平台 如果是要收集这些使用者的数据 必须要确认使用者 也后 这个要满18岁 一个是使用者 未满18岁 他们不能够收集这小孩子 未成年的数据 也不能够分享 也不能够向这些未成年的小孩子 推送广告 这个法案对平台来说 是做了这个很大的限制 这项法案在2024年会生效 不过Netchoice 这个是硅谷一个网络平台的联盟 他在今天以后正式向这个联邦法院 状告加州这个法案 他说这个法案的话是 这个影响到剥夺了这个平台的第一搜证案 言论自由这个权利 这个起诉书 他现在这个跟Forey也是一样 在Forey达州也同样的有类似的案件 在德州也有同样的案件 就是限制网络平台 这个要确保使用者的个人隐私 个人的资料不要被当成香品一样 只卖给别人 以后这个案子 现在从德州Forey达州 现在又加进加州 有不同样的存回法院 在上述场次里边都有不同样的裁决 在德州 这个第十一 这个第五存回法院 这样的法案的话是合法的 但是在第十一州 这个第十一存回法院 在Washington D.C.里边的话 这个法案在Forey达这个法案的话是被取消掉了 所以现在加州也提出来 很有可能这个案件就是会到最高法院里边进行审理 因为第五存回法院跟第十一存回法院 当两个地位都是同等的这种存回法院做出的裁决 有不同样结果的时候 那往往是最高法院来做决定 究竟哪一个存回法院做出的裁决才算合法的 所以这个案件 加州的法规也是因为这个案件有可能会打到最高法院里边去 那法律地方政府能不能立法管制网络安全呢 因为网络是属于夸州夸国的 所以的话一般是联邦的范畴 而州政府这样子限制平台 要求平台的话增加保护小孩子安全这方面的措施 加州因为很多平台 他们会透过外州也会使用 所以这种情况之下一个是在外州设立的 那加州的使用用户又会出现问题 所以这个案件的话很快有可能会打到最高法院里边去了 Hesperia这个城市 其实在内陆帝国 在我们华人越来越多的东区里边 叫Ontario附近 这个沙漠地带里边 这个城市在最近几年发生了很多这个犯罪事件 都是跟大麻贩毒有相关系的 所以当地市政府说这个如果警察烧茶 发现这个家里边种大麻或者是这个买卖大麻 这种情况的话市政府要求警察局驱逐房客 不需要透过法律的程序 直接可以赶人走 因为这样子才能够将这些坏人赶出社区 当然在过去两年 有至少有上百家这些牵扯到在家里边 住宅里边 这个买卖毒品种大麻的 现在这个部分的话 都被警察行动之后 尤其是很多华人屋主发现房子 被这个人租来以后种大麻 所以不需要到法院里面去进行驱逐程序 驱逐房客 因为有时候未必能够 这个要至少三个月四个月才能够真正驱逐 只要市政府规定 只要是这个发现里边有大麻 有毒品 那警察可以直接驱逐房客 将他们不想让他们回去 所以当然在那里边 大概上百个人被驱逐 以后 但是这个案子往往有的时候没有起诉 而受影响的很多是黑人 拉丁一 所以民权团体状告了 Hisperia这个市政府 还有状告了Samerdino县警察局 说他们是种族歧视 他说因为这些人 你都没有判罚 他有罪 你就直接 这个没有透过法律的程序 将他驱逐 这种是违法的 所以市政府还有警察局 要赔偿快一百万 来赔偿给这些住客 当然这个案件里边 现在目前大概有二十多个城市 是有类似的这些法规 就是也是说只要有大麻屋 以后警察发现 这个有大麻 他们可以这个直接 透过市政府的规定 将房客驱逐 Almonte也是有这样的法规 所以这种这个法规 那基本上在这个诉讼案里面 可以显示出来 将来地方政府警察局 会很害怕执行这样的驱逐令 因为驱逐房客 以后在美国 你必须要到法院里面 拿到法官的裁决 同样的 在美国刑法被警察逮捕 并不表示他就有罪 所以必须他自己在法庭上认罪了 或者是自己这个 这个和打配偏团 配偏团裁定他有罪了 在自己认罪 或者打配偏团 被配偏团裁定 有罪之前 被告都是假定是清白的 既然是清白 警察没有这个权力 直接将房客赶走 这也是美国所谓的这个权力 build up right 民权的体现 所以这个部分市政府警察局 以后对这些事规 也不能够执行了 这个案件一直都想跟大家讲的 以后本来第一次事情发生的时候 在美尼索达州 这一名名叫做Sam Brinton的名字 以后他这个在美尼索达州被逮捕 逮捕就是因为民众发现 这个警察这个机场的警察 发现有一个女的女生的行李箱被拿走 他们找了找去 这里面的话有两千多 价值两千多块钱的服装 民尼索达州一查 发现的话 这个可疑性很大 因为这个叫Sam Brinton 他是一个高官 他是能源部 他有一个处理核能废料的主管 是这个是能源部助理副部长 要总统提名任命的高官 而这名警察在调查过程之中 以后发现 以后受害人也认出来 因为这Sam他去参加一个这个会议的时候 以后公开的会议 他穿的是这个女生的高档衣服 女生的失去的被偷走的鞋子 后来警察一调查 果然发生发现的话 这个变性人 然后他偷了女生的行李 并且公开场合 穿上了偷来的女生衣服 在公开场合来出现 后来 Minnesota州经过比对 以后拿到烧茶令 这个将Sam Brinton逮捕了 逮捕之后 拜登这个高官是他任命的 35岁 为什么不做背景调查呢 为什么管一个国家何能处理的人 为什么会有这样子犯罪呢 所以他赶紧被开除了 当然为什么这名人士 他自己没有任何经验 但是他在这个同性恋 变性人社群里边 就是因为他帮拜登助选 帮民主党拉票 有功 所以拜登上任之后 他一直说 我要我的政府是多元化 只要你是同性恋 还有什么人 他都会将这种人任命 而不是靠他的才能 所以这个案子 观光泼露不久 没想到的话 在Las Vegas 又发现了同样的事情 以后这个变性恋者的话 他在Las Vegas的机场里边 也是偷走女生的 女生的行李 所以昨天在Las Vegas 上庭的时候 法官说 Stay out of trouble 不要再犯罪 以后一万五的保时金 面临重罪 所以有的时候 我觉得奇怪了 我们国家能源 尤其是废物 会影响到社群安全 我们基本上 一定要做背景调查 一定要找个专业的 但是现在政府的高官 只要你是奇奇怪怪的 以后你就可以做官 以后你可以看得出 这是多丢我们美国人的面子 然后这个罪名 当然他现在被开除了 但是 拜登政府 任命的官员 为什么没有 对他的背景调查呢 像他这种非男非女 是男是女 不男不女 这种的话 怪异的人 居然能够当上高官 这也是令大家难以接受的 好的 谢谢大家收看今天的邓宏说法节目 我们下集再会